再来看到台北市东湖超商 29号凌晨发生一起暗夜的惊魂剂 因男子进入超商吃刀来恐吓 正在吃宵夜的客人 所幸是并没有造成伤亡 而该名嫌犯被以强制罪呢 征讯之后韩宋法办 三更半夜在超商吃宵夜 居然也会引来杀鸡 身着白衣的曾姓嫌犯 一进门就把刀子架在画面中 黑衣男子的脖子上 嫌犯万万没有想到 男子的身手相当矫健 一个反手反被压制在货架上 刀子还被夺走 直到附近民众报警 才将嫌犯依强制罪含宋法办 事情就发生在29号凌晨3点多 北市内湖的便利商店 这个孩子本身他有精神的疾病 平常我们都按时都去给他 组织医师看 我们睡得正好 他3点多 他跑出去我们也不知道 对受害的人 当事人真的心里过意不弃 被刀挟死这个民众 因为他知道这位 这位民众的身体状况的问题 所以他也不提出任何的形式告诉 根据了解 曾姓嫌犯是店里的常客 黑衣男子也只是刚好经过用餐 两人并不认识 索性并没有造成伤害 深夜惊魂剂 最后以虚惊收场 邮件TV中心徐宇威台北报导 是说明是一事 你应该没有人的事 如果您是个人的事